第九月发放580万张夜市敌用券后 台湾中时电子报29日报道称 蔡当局打着促进观光消费旗号 决定再加码 第二波将再发于400万张夜市敌用券 报道引述不愿居民学者言论痛批 蔡当局选在这个时间点推动 百分之百是选举考虑 颇有刨寒根基收买人心的意味 中时电子报称 蔡当局两次总计将发出1000万张夜市敌用券 动用第二预备金将打5亿新台币 而这1000万张夜市敌用券只能用到 今年12月31日 据台相关部会统计 台旅宿业者至今仅发给消费者夜市敌用券182万张 蔡当局部会收回数则仅47万张 不到首波发出量的1% 但为了绑选票 蔡当局仍大言不惨称 成效家持续撒钱 对此台政务委员龚明星28日称 从结果来看 发放底用券与当初设计反制大陆游客个人游的目的相符 因为大陆观光客团客限苏对台湾东部跟南部夜市冲击大 底用券推出后 的确也发生效果 从评估来看 产生效益最大的为台湾东部 再者是南部 对于民进党当局大发夜市敌用券 忠实电子报援引有不愿具名学者言论表示 大陆游客国际观光客赴台高峰 台湾观光外汇收入至少1200亿美元起跳 相当于金台币3600亿元 现在大陆游客不来 收入锐减 就算台民众响应当局美意 1000万张夜市敌用券使用率达百分之百 对弥补大陆游客减损的收入 或对每年18万亿元的台湾GDP来说 影响力皆是微乎其微 学者说 到内旅游只要住宿 最便宜一晚也要2000人以上 民众通常是先游旅游意愿 才会顺便申请200元敌用券 不会为了这200元的敌用券产生旅游诱因 如果不是选举考虑 谁会相信 学者直言 蔡当局选在这个时间点推动 百分之百是选举考虑 去年九合一选举 民进党可以说是败给摊贩 夜市窜起的高雄市长韩国瑜 所站之处杏仁茶 香肠瀑布 更是冲垮绿营半壁江山 民进党在2020年选举前加码夜市敌用券 针对性十足 颇有刨寒根基 收买人心的意味